感恩会由受助者的生命故事揭开序幕 描述安家因为儿子入狱 阿嬷背负妻照顾小孩的责任 面对突如其来的逆境 年长的阿嬷一时手足无措 所幸板桥第二社福中心的社工 运用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每合各界资源益助 协助阿嬷重新获得力量 并且勇敢迎接新的人生 侯里表示 非常感谢各界参与好日子爱心大平台的团体或个人 像是浦贤寺住持市中道法师 还在会中宣布再捐赠260万元给大平台 作为弱势租屋辅导计划 让他十分感动 今天我也要特别谢谢我们中道法师 中道法师 今天又特别进了260万 谢谢 所以我们要是中道法师 曾经跟我讲过一段话 我一直永远记得 人生一手来一手去 绝对都平安都没关系 所以这个给我们很多的开心 其实人生很多东西你留不住的 以及留不住你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 能够帮助别人 就帮助别人 其实帮助别人是给自己开心 也给自己快乐 所以今天为什么接到260万 刚好我们最近很多的租屋的肉食之旋 需要一些家具 然后我们要加进给这些肉食的租屋出去 会众也邀请家卫联合会计师所长张维珍 维新科技经理许志宏 补贤四助食市中道法师 以及其他一共8位元末英雄代表 和好友与市长社会局长李美珍 一起点亮爱心 上任将爱心传递到每一个需要的地方 让弱势家庭都能感受到社会的关怀和温暖 维新科技许志宏经理表示 维新落脚综合这么多年来 持续投入公益 感谢有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来让他们能够帮助更多弱势 维新是新北市综合在地的企业 那我们在这边也生根了二十几年 那秉持的社会企业的一个回馈 那我们这几年大概十几年 这个跟新北市合作了很多的方案 包含整个教育局的偏乡营养午餐 甚至偏乡的客户辅导 那以及所谓的爱心大平台的一个物资的卷证 还有整个清函奖助协金的一个支持 那另外还有所谓的客户的一个辅导的一个才艺的一个赞助 那另外还有整个防疫期间的一个相关的物资 还有整个疫情期间的一个受困的家庭的一个奖助协金 甚至所谓的家庭补助的一个方案 那这几个方案都陆陆续续 整个新北市我们都非常有很多合作的机会 那也感谢社会局新北市来埋合我们这些相关的方案 让企业有机会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爱心大平台来共襄盛景 波尔表示好日子爱心大平台成立四年多 其中历经三年的新冠疫情 感谢各界原谋英雄陪伴相挺度过千日的疫情 共同协助新北市度过难关 好日子爱心大平台是全国首创 也是全国最大的公益平台 感谢社会各界的出钱出力 让弱势家庭有机会翻转生活 记者赵石渊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